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完成了一份台湾新创智慧财产权大调查 探讨了台湾新创圈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状况 事实上创业新生代在2020年曾经邀请到AIPLOX的创办人Alfred来到创业新生代 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Alfred以及AIPLOX的行销经理 同时也是这一次智慧财产权大调查的主笔OLA来到创业新生代来跟大家聊聊 这三年来AIPLOX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对这一份大调查的观察 希望可以让创业团队能够在创业的初期趁早做好准备 然后不要让自己的专利心血白费 我们先请两位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Alfred先好了 大家好我是瑞加科技创办人我彭君 很开心再次来到创业新生代 谢谢凯哥邀请 我记得第一次邀请Alfred来上节目 就说那个Alfred的声音非常适合来主持podcast 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要来代办一下好了 我没有凯哥的口才 好 OLA你好 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 嘿大家好 我是OLA 确实我2019年的时候没有来参加 因为是我还没加入瑞加科技 那我是近期加入的 对大家好 OK 好那我想要是 我刚刚有提到吗 就是三年了 而且隔这三年除了有时间上面的意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 就是刚好这三年 我们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跟变化 疫情这件事情对瑞加科技自己来说 或者是对于你们跟尤其是新创团队 在制裁或专利或者是商标的保护上面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最明显的变化 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 疫情来得很突如其来 大家对于很多传统IP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士 我们习惯了面对面的沟通 对 那面对面的沟通 我们要透过访谈法或者是洞察 他们心中的想法 然后才能创造出一篇专利说明书跟文献 那对这个产业里面很多从业人士来讲 突然不能见面了 只靠电话或者是线上会议 一开始大家是非常不 comfortable 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发明人会觉得这件事情会很没有隐私 可能会被人剽窃 所以短期来说 在那段过程中 其实很多从业人士来讲 他很难去取得客户 他也很难去做这样子的案子 因为我们在work from home 做了很长的时间 那也因为这股力量加速的 想要数学转型的决心 那在这个数学转型发展的过程中 那瑞加科技很庆幸的 转型成为一个线上电商 来推广智慧产安全的服务 让很多的消费者其实可以很快 很便利的打开他的手机 跟电脑完成一个智慧产安全的旅程 所以听起来数位化跟这个 数位化自动化智慧化效率 这件事情是你们最大的一个改变 我们在疫情中学会了这件事情 把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好一点点 OK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要跟听众朋友 再帮助大家再重新回复一下 其实最早你们叫做IP PLUX 然后后来变成AI PLUX 所以改名跟这件事情 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你们只是就是 加上AI这样看起来比较帅 一开始加AI会很心虚 但一开始是因为 真的承认有心虚吗 一开始真的 2019年为什么要转加上AI 其实因为主要是这个商标 被人家注册了 我们自己忘记注册 我们跟很多新商人讲 我们自己也会忘记 这很妙 你们自己忘记注册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 我真的忘记了 昨天做这场 创业真的很忙 对对对 然后我还被投资人骂得蛮惨的 我自己忘记注册 然后投资人发现 怎么忘记注册 这是别家 我就说完了 然后你自己做这个了 你竟然忘记 一天到晚叫大家要记得注册 是 一天到晚叫大家要注册 糟糕了 结果你自己忘记注册 我在空中被公审了 对 所以我们后来转名 哇 可是这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教训跟学习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不是台湾被注册 是其他的国家被注册 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光是改网与改名片 然后重新想这个名字 又开了好多次的会 那后来我们才把AI放在前面了 鼓起勇气了 那个时候的确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对 在2019年我们设定这个目标 的确我们到了2021年的AI的模型 除新才跑出来 所以从我们的书文解释 AI PLUX就是用AI 解决IP的问题 然后提高使用者UX的体验 哇 AI IP UX 把三个很重要的关节 把它结合在一起 好 可是 以前刚改的时候 是把它设定为目标 但是现在你们开始有初心 甚至是已经逐步逐步的 要逐渐推出你们 真正名副其实 AI加IP加非常棒的UX的服务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这几个服务 好 最早期其实 我曾经使用过AI PLUX服务的 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 登入了AI PLUX网站 你就可以去享受 上面要注册的服务 那个时候我们更focus在UX 所以你会发现 好 短短两三分钟 我就完成了整个商标的体验 跟过往 可能要两三周才能做完的事情 你两三分钟解决了 在早期出去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focus在解决 使用者体验这件事情 那渐渐的我们发现了 其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工智能 在优化一些数据上面的洞察 所以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转型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推出 全新的一款叫AI PLUX BAR 其实可以透过很简易的搜寻BAR 把传统的申请流程 跟搜寻流程 还有产出报告流程 都在一个步骤全部完成 对这是我们比较comfortable 放上AI的一个新的转变 所以对这个使用者端来说 他其实就是看到了一个BAR 看到一个搜寻引擎 就像Google一样 你打开他的网页 看起来很像 但我们不是完全空白的一个BAR 当然 我们切成几个小格 比较诱导大家知道怎么输入 是 但是非常直觉式的 对很直觉 但我们接下来就不只是 可以完成商标的操作 我们连专利跟技术上的操作 都可以在那个BAR里面进行完成 OK 那你们针对的用户有改变吗 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 也就是一开始 其实我们就是很专心的to see 希望消费者来使用 那我们渐渐的发现 其实开始会有一些从业人士 他也需要工具 因为他还是要去推广给他们 什么 我觉得应该要跟听众朋友 稍微定义一下 我们这边讲的C 其实也不是一般消费者吧 对啦 因为一般消费者 比如说我 我好像不会去申请专利 所以这个的C是什么 好 我们先来定义消费者的样态 对对 他可能是品牌主 对 他可能是发明者或创作者 或者甚至他是老板 甚至行销人员 都可能我们是定义他是C 就是公司指派我 我是行销人员 公司指派我 针对这一个新的专利 或新的商标 或者是活动名称 或节目名称 必须要申请商标 商标 对 我们统称C 好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 从业人员是指什么 从业人员就像我早期 就是在做专利商标的时候 这种事务所里面的in-house 或者是企业里面的legal人员 我们都叫从业人员 所以很像你们的同行 这种专利制裁商标的服务提供者 对吃这顿饭的人 是吃这顿饭的人 吃这顿饭的人 所以转变了 转过去 对就是我们称为变B2B2C 就是我们希望提供工具给他们 那传统上他可能要取得这些资料 他可能要透过不同的平台跟网站 甚至要付很贵很贵的订阅费 才能取得一些资讯 产生洞察 然后出一份报告给他的用户 或他的客人 那我们现在希望可以用更直觉 更直觉化方法来提供这些服务 通通我们在我们的AIPlux Bar里面 来完成这件事情 可是我当然可以理解 就是说针对同行 针对业者 针对服务提供者 提供服务是自然是有他的需求 可是对你们来说 从商业面的考量 就是B2C 不是比较直接吗 B2B2C 我不知道会不会钱被别人赚走了 其实我们原来赚的钱 好像就没有很多 我们收费不高 然后其实啊 其实一开始我们瑞加在 创业初期就是一腔热血 盲目的往前冲 然后其实是好像是在跟同业抢生意 其实我们发现不应该是这样 智慧产生权这个业界的数位转型 应该是大家一起 对 那所以呢 你们的商业模式或收费模式有改变吗 没有做出很大的收费模式的改变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 其实他收的费用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几乎他没有感觉的改变 但对从业人士来讲 他花的生产时间是根耗的下降 他可能以前花好几个小时才能产出很多的东西 理解 但现在三分钟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了解 所以对你们来讲 其实应该是说 对于原本的这个专利啊 商标的这个服务需求方来说的服务没有改变 你们依然可以提供给他们优良的服务 甚至是更好的服务 但是你们把你们自己的这个服务跟功能跟价值在升级了 除了服务C端也可以服务B端 帮助这些B端也更好的去服务他们的客户 OK 所以事实上其实是变是两条线 那多出来的这条线其实比较像是资讯服务了 对 多出来的这条线应该是完全的资讯化服务 就是我们不提供直接顾问形态或咨询形态给从业人士 但我还是想要多问AI在哪里 就是你们的差异 你们的强项 你们的技术的优势在哪里 过往其实所有在做资讯整理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透过下放了正确的关键字 做正确的搜寻 搜寻完要做大量的阅读 才有可能分析 最后你还要鼓起勇气把你的档案打开 开始生产那份报告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冗长 那我们今天刚刚把这五六个动作 全部浓缩在一个动作里面完成 所以那个AI里面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有数一笔的IP资料 还有一些产业上面的数据分析 让IP从业人士可以快速不需要阅读这么多的资料 就可以产生洞察 然后产生出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份内容 提供给他的客人 去说服他产生其他的IP行为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用了很大量的资料化整理跟自动化生成 还有自动化的流程 让整个AI的模型变得更加顺利 大概是这样 他连那个专利申请书好像都是一门学问是吗 你们我如果要自己专利 我是不是还要找人帮我写这件事情 是不是请欧拉可以跟我们一起讲一下 好那其实我们最近有跟一个台湾前百大企业的企业 做这个提案但名字不能讲 但其实我们让他惊艳就是 他说他找了很久找不到的一篇专利 跟他相关的专利报告 那我们的引擎在四座阶段五分钟帮他找到 那他看到的时候现场简报 他原本是也不算拖着背 就是就驱着身体撑在桌子上 听我们讲一看到那一份报告 他就挺起要来了 那那个报告对他来讲 他的就是说这个报告对他的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他需要找到这个报告 因为他要比较他的自己现在发明跟报告的差别 就是专利的申请上不能有前案 有前案就是缺乏专利所谓的新颖性 专利三星中的新颖性 没有新颖性是不会过的这个专利案 是是OK那回到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种要写专案申请 那也需要专利的申请 也需要有特别的写手 或者是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吗 其实一般来说 在事务所中写专利申请书的人 叫做专利工程师 他不是写call 他是写申请书 那因为他们的工作比较特别 他们需要了解各个不同领域的专业 像是虽然他们会做分门别类的专利工程师 但是一个专利工程师要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所以他要听得懂客户 他这个发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跟其他的东西比 有没有所谓的吸引性 那是不是可能可以成为 新的专利的申请的内容 所以那这些 一般他们写一个专利申请书 需要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 然后我们这边有做过调查 就是一个专利从想法到取得专利 大概需要的时间是18个月到36个月 对那透过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新的AI Plus Bar的工具 他想法的阶段就像刚刚Alfred说的 从调研理解分析阅读到最后产出报告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那这边要多少时间 可能Alfred跟我们分享一下 基本上我们在从Idea变成Innovation 这个过程提供更多的转化工具 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点子 大家都要去请IP的 因为IP就是矿日费在花钱 所以我们这个工具更集中在 快速的优化整理点子 产出那些大量的文件化 还有智慧化的管理 所以时间上面就会缩短非常非常多 对大概就从几个月变几分钟 哇哦 这么显著的差异 我们自己也在用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内部也不自己在用这个东西 再也不会忘记申请的 但是啊那个专利申请 那个政府审查的月数是跑不掉的 就美国政府审查的时间 当然啦 那个是属于这个行政流程的部分 是不会变的 因为可能目前暂且没有办法去影响那个部分 对啊 这是不太可能可以影响他们这样 对 但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块啊 就是这一系列的服务 是针对 只有针对台湾市场吗 还是说这个应用也可以到国外市场去 我们因为我们在去年跑了蛮多的road show 跑了很多的国家在欧洲 然后大概我们就收集了一些蛮多的feedback 其实不论智慧产安全在任何一个国家 最大的问题除了技术以外 最大的问题是语言 就是你说A语言 我说B语言 结果产出来的还不是我们两个共同样语言 就是葡萄牙人跟美国人谈完了 最后要请一个中国案子 结果还是要写 写一个简体中文的案子 结果他们两个都看不懂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解决语言这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AI plus bar来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你还是会输入你最comfortable的语言 但事实上你想要转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你comfortable的东西 但你还要能够看懂 所以这中间要做蛮多的转化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为了服务台湾的用户 我们单独的把我们之前在做商标 最重要的Lofa工具 我们拆除了一个Lofa站 来服务主要我们的台湾用户 那AI plus主宰 我们就会转型面向更多的国际客户 来包兼容更多的多语形态的服务 所以语言听起来是在申请各国专利上面的 最大痛点之一 对 那我想要深入知道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您刚刚说的 一个葡萄牙人他用葡萄牙语输入使用你们的平台 你们的平台支援葡萄牙语没有错啊 可是当他最后他想要申请的是一份 假设在台湾的专利他必须要用繁体中文 那你们可以帮他产出繁体中文的结果也没有错啊 可是他也是看不懂啊 怎么办 我们在 我举个例 在我们现在使用的行为是 我输入葡萄牙语 打了一堆的东西之后 因为我们一开始会确定他想要产出的国家是什么 所以我一定会产出那个国家的内容 那个国家内容假设是台湾的繁体中文 事实上同步他原来输入的葡萄牙语也会一次跑出来 同时如果他注入的一些英文就是英文中文跑出来 如果他需要的是中文跟日文就是中文日文跑出来 所以他自己去比嘛 但其实讲白了他还是看不懂中文啦 但是我可以让他看得懂看得懂的语言是什么 最好让他放心说 对没有歪掉 这一份申请书你看不懂的语言申请书里面 他的内容是我用你看得懂的语言去表达 其实讲几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是连商标都会是这样子 因为日本人也不是每个汉字都看得懂 对啊 他对汉字我们最常看的就是很多运动员会是中文字嘛 对 他那个字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他只是纯粹在看字性 对他看他好 对好像好man的样子 结果那个是很歪的 对我觉得这是常常会跑出来一些笑话啦 所以无论是商标或者是专利其实在语言上都会闹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是那商标也有这样的功能 因为商标毕竟是图像的事情啊 还有字啊 其实绝大多数人看商标除了logo跟文字比较容易描述的还是文字 是 所以文字也会有这个问题 OK 所以也就是说针对国际化的这个市场 你们已经有特别说是针对欧洲或者是针对还是 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比较大的这个语言 比较常见的 就是当然除了中文 然后英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日韩文 这几大语系现在是我们最快要上线的 OK 预计什么时候会上线 426 也是426 426对我们这行业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 世界智慧财产权权日 426是那个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的规定的世界财产权日 为什么会定这个日子啊 什么特别遗憾 可能要问他们了 对对对 我们只是follow他定的式字而已 所以刚刚Alfred讲到了这个包含AIPLOX BAR 然后包含了这个国际化服务的推出 然后包含Lofar主战的拆分 这通通都在426发生吗 OK 我们的服务都会在那个时候做大量的转型 可是国外 我觉得国外市场的打法 你们预计要怎么打 因为毕竟不是说 能够提供国外客户使用的平台上线了 然后大家就会自己去用它 你们自己预计的打法是什么 继续跑Rosho继续跑比赛 应该不是 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台湾 开始acquire这些用户的时候 也跟比赛Rosho续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 但我们一开始的确跑过一些些活动 但这些活动发觉转化成客户的几率 它也不到1%吧 那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做Google广告 打过一波小小的Google广告 然后做一些形象 对然后不断累积的某一些内容 一些content 但是我们在海外现在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要开始2F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可以直接快速导入优化 降低它的人力 2F是指2Firm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国际市场上 更多的就是跟不同事务所在谈合作 成为我们的partner 用我们的工具 OK 那怎么办你 就是派人去还是 对对对 我大概三月底之后 大概就跑来跑去了 然后你要自己预驾清真 也没有 我们公司很小 没什么人 因为公司很小 所以只要主帅主帧的 对对对对 就会去开始跑清真 OK 然后你们其实也开始做一些 关于跟业界的动态 或是趋势 或是他们必须要知道 know how有关的一些内容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 这个在去年年底刚完成的 台湾新创智慧财产权大调查 对不对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调查 当初其实因为我们也在转型变AI公司 有太多data 然后天天在看data 发现了几个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大胆去做了一个assumption 会不会在startup 这样子的一个ecosystem里面 它的IP的数据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我们当初是这样想 因为几次好像我们从来没有 针对startup 大家去做IP统计 对 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 那个专业小区会有这样子的调查 但好像都没有IP 我们想说那是不是要把IP 这个素材放进来 会有些什么事 会有什么火花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又在想 IP跟投资有没有关系 是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假设 然后我们就是一股脑 就像刚刚欧拉说的 我们就满腔热血的 做做看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OK 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是有假 做一些内心的假设 然后我们想说 新创一定不重视智慧残权 结果没想到 做出来的结果 完全推翻我们的假设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那没关系 假设有时候确实 要么就是被验证了 要么就是被推翻了 但是被推翻的结果 其实是另外一番光景的验证嘛 我们大概就来聊聊 你们这一次 可能从调查结果里面的 一些重要的发现 当然我知道 你们其实是有 产出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 我想听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透过节目简介 我们会把这个 下载链接放上去 可是很多资料用读的 不如用听的 所以我们挑了几个重点 希望今天可以请 Alfred跟欧拉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发现 然后你们做了 怎样的推论 也许是接下来 我们要进一步再探索的 就是第一个是 你们的调查里面发现说 就是新创 其实就像刚欧拉讲的 新创应该都不重视 智慧产权权 或者是专利或商标吧 反正你们创业已经 已经烧一屁股火了 应该也没有时间管这事了 可是 其实 他们 还是很重视的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边 我听过一个 新创公司的创立人 不是我们Alfred 另外一家 他就说 专利商标这些 智慧产权权保护 是就是 一开始 如果不做 后面就是等着 后悔 这样 对啊 没错啊 这个理论我们都懂 可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件该做的事 但是该做的事 它不见得 永远会被排在 first priority 可是 为什么 从你们的调查 或者是从你们的 这个 研究里面发现 为什么新创团队 反而 还蛮在乎这事的 我们先讲商标吧 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是不论是 新设立的公司 跟新创公司 其实 假设我们通通在 2020年 或者2021年 或者2022年 其实他们其实有一个 很大根本上面的差异 新创公司 他们特别是为了 真的想要解决 某一个问题而存在 所以他一定要提出 某些的创新 不论他创新的是什么 模式也好 技术也好 或者是品牌差异也好 他总得做些什么 但很多新设立公司 只是基于 可能设立分公司 投资公司 他只是一个法人形态的存在 那绝大多数是法人存在 其实他有没有申请商标 或者是专利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再者就是 其实我们发现 很多新设立公司 他不只申请台湾 他会申请很多国家 因为他对其他的国家 是有热情的 或有动力的 他想要去那边发展的 所以在那个数量上的 根本的累积的速度 就是差了很多了 那些很多新设立公司 可能也是用另一代 上一代的思维在看待 可能小吃店也算是一种 新设立公司行号 所以后来在这个数据 统计跟比较上 就会发现 在新设立公司的比例 将近有50% 这个其实在我们一开始 假设是完全没有想到 有这么高的比例 几乎两家就有一家有 但是如果回到了新设立公司 其实连4%都不到 所以那个其实就是 很明显的差异 其实因为新设立公司 一开始的目的就不同了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就是什么 理解 然后因为目的不同 他们有很强烈的 这个使命感 所以又有很强烈的 怕自己的东西 被偷走的那个恐惧 这样子 可是产业呢 产业是不是也会影响 就是新创在 不同产业的新创 在申请商标 或申请专利上面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差距 有 我们自己在发现 其实在一些比较快时尚 生计 这些都就是 以生计来说 其实更多的就是跟 保健品 美妆品 其实他们也归类 快时尚 会比较多吗 快小品 对 他需要被世人记得 然后他一定要有一个 朗朗上口的名字 因为他必须去取他的名称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其实在 在申请的策略上 就是花了很多的资源 在这里 投入 甚至在旅游业 这些比较C端的商品 其实他的品牌 跟商标 他们保护的比例 相对都是高很多很多的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 也要了解一下 你们在这一次调查的 那个产业分布 因为我觉得 他会有一个变因 就是说 因为结果上来看 刚刚Effrey讲 FMCG的特别重视 商标这件事情 可是你们在调查的时候 各个产业是平均的吗 还是会不会是因为 特别多FMCG的 产业的新创 他们回应了这个问卷 或这个调查 所以导致 特别在快消费的领域 可能会凸显出 他们特别重视 好 其实这边 其实我们当初在调查的时候 其实是分了11个产业别 那是尽量有让 每个产业别的监数平均 但其实我们的母群 大概779间公司中 但还是有些微差距 哇 你们搜了700多份问卷回来 我们不只搜问卷 我们还有就是去查他所有过去公开资料 然后还去 所有的新创 像是Garage家 Garage Plus 很多很多的incubator 都去问了 光访谈时间就蛮久的 那虽然说刚刚刚讲 凯格讲的 虽然我们努力让数量平均 但其实有一些部分是有差距 但是不会太有太大的影响 不会影响到结果 然后我们结果经常都是以百分比为主去做呈现 就比如说20家生意里面 59%的人都有商标 那就算真的很高 用那个相对单一领域的这个相对数值去做比较 那除了快销品呢 还有没有什么产业是你们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他们也格外重视这个专利或商标的申请 在这边的话其实商标我们的第一名就是生意类 它是59.06%的人有商标一件以上 可是生意类你们包含像 我们刚刚讲的快销品这一块 还是包含 OKOK 然后再来就是半导体产业 它是专利的第一名 OK 它百分之66.67% 其实这是蛮 蛮 印象深刻的 虽然说比如说 红海豪或者是大力光 他们一年要花好几千亿超几百亿去申请自卫产业权 但是这些新创他们可能也是看到了前辈的努力 或前辈的借金他们也这样做 但其实半导体他在我们台湾确实是蛮努力的 他们的专利数也是蛮令我们惊讶 就是三分之二的人都有专利 好 那第二个切点我们来聊聊投资 就是被谁投资 跟接受什么样的 比如说个人投资 或者是机构投资的来源 会影响他们的商标的申请吗 我不知道是投资者影响了新创申请IP 或者是新创因为觉得IP可以影响他的投资的意向 而累积了他的IP 我们先谈结果 以结果来说 的确 特别是被CVC投资过的这些新创公司 它的专利数量是高于VC 投资过的新创是25倍 也就是它的专利数量是非常非常惊人 那从结果来分析就是 那它的技术就有绝对的深度 那这个深度就可能等于它的高度 就是它的barrier高了 那也有可能是CVC针对企业 他们在投资机构上面所concern是 我可能要更低的技术风险 才会想要投资 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导入它了它某些的观念跟系统 提高了它的申请数量 是所以从结果上面来说就是接受CVC 就是它的投资人结构里面CVC比重比较大的 它的专利或者是商标的保护 是做的比较足够的高于这种被一般VC所投资的新创公司 但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目前还不知道 对啊其实就像刚刚讲 其实我们这边看到的调查的结果 其实我们就回推说CVC它的投资多半是有目的的 就是不论是要补强它自己的技术啊 或者是协助它长久的发展 不会啊VC投资也是有目的的 只是目的不同 VC是可能就是为了要出厂赚钱 是就是比较偏向财务型的这个投资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CVC它投资的时候 就是都是它自己需要的技术 或未来可能需要的技术 那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绝对不希望将来有一天被剽窃 被抄袭 或者甚至是被别人抢住走 反过来告自己 所以他们就会需要 这个技术是被保护得很好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继续再往下深究啊 就是说就像刚刚二位讲的 不管孰因孰果 其实好像都还是可以再往下多了解 就是真正背后的原因 那不管是未来给这个投资人参考 或是给新众团队参考 应该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同时就是说 也许我们也可以交叉分析 把刚刚前面提到的产业 再加上投资人的结构 把它交叉一起比对一下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 会不会是因为投资领域 再加上投资人喜欢的 或偏好的投资领域 而导致这样的专利保护 或商标申请保护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知道你们好像还会再继续往下做调查 对不对 我们还要继续深究这些事情 跟VC出厂的关联性 还有他出厂的价格的改变 对 OK 所以你们预计 未来这个报告是 一个月左右 没有 两个人通通脸都绿了 在我们眼前 它会是一个年度的计划吗 我觉得它会比较难做年度计划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接下来的调查 只会看到2023年新的变化 但是之前的已经不改变了 因为那个数量 已经就是过去的数量 但唯一会最大的改变 就是进来的资金有没有改变 投资人出去的资金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一直深究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最终这些拥有高度技术的公司 是不是都IPO了 或者是都能让投资人出厂了 就是后续的调查跟深入研究 是针对过去的事情 那未来只是继续累加的 只能希望有更多的人创业 让我们有更多的素材 让创业新生代 有更多的人可以访问 是 所以有点像是说 不是每年都重新来调查一次 而它是一个动态更新的状态 让大家确保就是 都可以得到关于 尤其是在新创权 在新创这个产业里面 对于专利 或者是对于制裁保护的 现况的变化 其实在调查的结论里面 有一个还蛮大的差异是说 台湾新创对于商标 都有初步的意识 可是对于专利这件事情 专利的保护还需要加强 那你们觉得这个差异在哪里 以我们自己在线上 不论是观察好或碰到的案例 其实很多的新创CEO 或者是很多的新创的同业 他们其实就会讲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很想请专利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他去共识讨论 还要铲出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我其实没有这么多的资金跟人力 我投入不了 那第三个还有是 他觉得他找到的专利 写专利的人 根本不懂他在做什么 那这些其实都会让他们 渐渐比较灰心 那我就不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起心动念 是我们是不要提供 更多的优化的工具 不是解决这些新创CEO 你们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的AI Black Spot 为什么要给从业人士 就是我们希望从业人士 更精准的去提供那个词询 让CEO的或者技术人员 可以感觉 你懂至少你懂我的东西 不能每次我们的工程都重新归零 然后又重来 我在教育你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根本的差异 就是这也是不像商标那么直觉 这两个字很像 这四个字很像 就是像 但专利的技术其实就是很深入 所以你只要碰不对人 就没办法产出好的作品 然后这边刚刚Alfred讲的状况 就是他其实是有专利需求的 那其实我们大调查也是有发现 一部分像服务业 他真的没有专利需求 对 那这种产业别有差别 OK 所以这种就是 可能是很直接的是产业导致的 的差异 但是如果说我们也除掉产业 因为产业这个就是很现实需求嘛 要或不要而已 但也除掉真的扣掉这个变因之后 新创团队的真正的痛点 其实也是透过这一次的 这个大调查里面获得了验证 然后证明了自己 AIPOX这家公司存在的必要性 那反过来就是说确实新创团队对于在不管是商标 对于专利等等的保护 一定都有不了解的地方 然后有资金上的困难 有时间上面的困难 然后甚至是有专业上的门槛 所以整体来看 尤其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大调查 你们也做了不少的资料的爬树跟访谈 你们想要针对新创团队 有怎么样的这个这个建议 或者是发展上面的参考 尤其特别是在专利跟商标这一块 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一开始在 我们自己也是新创 只是我们刚好是做智慧才安全的新创 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在面对制裁的时候 都会碰到怎么做决策 这是一个其实最大根本的问题 什么时候要做 我该不该做 那其实都会回到 我有没有足够的资料 来告诉我怎么做决策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提供什么样子的素材 可以让做决策比较精准 或比较有勇气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 才是我们起心动念 在做大调查之前 我们在想 我们自己公司在做转型 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动机 就是回到我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好像也要有足够的数据 我才敢做这件事情 那我相信每一个技术人员 甚至每一位CEO 他其实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调查的背后 其实更让我们坚定了 我们现在要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们更想要提供这样的数据工具 特别是给从业人士 或者是CEO 方便他们做决策 可是这个比较偏向于 就是你们自己的启发 或者是收获 那反向的 就是说对信用团队 对创办人来说 应该这样说好了 他该怎么看 跟怎么参考 这一份大调查的结果 好 这边其实我们 我个人的话 我个人发现 其实给新创最好的建议 就是很多在访问的过程中 新创他们说 我什么时候要请商标 我什么时候要请专利 我有一个新技术 我什么时候把它保护起来 其实商标专利 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保护 那它同时是保护你的商业价值 所以我都会讲说 当你商业模式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请了 当你没有商业模式 你赚不了钱 当然不需要请他 但是这个商标 这个logo 或是这个技术 它可以带给你带来 利润的时候 就是你该把它保护起来的时候 或是你预想 它可以带来利润 你就应该把它保护起来 所以那会不会 他还在想商业模式的时候 有别人 或有同质性的商标 他已经比他先早想出来了 就跑去申请了 那这样怎么办 这个是存在的 没有错 这是的确存在在这个现实社会中的 是 这也是我们这一直在 在努力想要持续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数据库 可以至少把很多的想法 跟innovation存放在这个地方 至少把时间性 跟首次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先确保下来 就是时不时查一下 有没有类似的想法诞生了 那可能不能太高枕无忧 就是该加快脚步还是要加快脚步 因为现在没有人申请 不代表之后不会有这样子 没错没错 很有可能透过你们的平台 可以找到说 已经有类似的idea 非常接近的idea出现了 那自己是不是要稍微做一下 调整 然后再来就是加快脚步这样子 刚Alfred有提到就是说 很多新创公司的创办人 其实即使看到那么多的资料 他们不见得看得懂 那其实我最关心的是 对于 尤其是对新创团队来说 他们可能公司没有一个 专门负责处理这块事情的人 就是老板自己要想办法 OK 因为就算请了人 底下可能打仗的打仗 行销的行销 抢生意的抢生意 这样做产品也做产品 但是针对 我觉得商标或是专利的保护 这件事情 它其实比较是属于一间公司 或一个品牌 在营运战略层面的事情 那这通常是老板自己要烦恼 尤其又是以小公司来说 那他用你们平台 他会不会还是看不懂 你们如何协助他看懂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bar里面 未来会产出的这份报告 那在70%到80%上面的资讯 我相信都容易理解 那我们就会在 你有没有做封测吗 我们现在有蛮多企业在 内部POC在使用 然后我们看看他的反馈 然后其实最常见的就是 比较小的中小期 就是说 那你们有没有人 可以让我们线上 告诉我 他在说什么 你就告诉我在说什么 然后我说这个行为 其实很像体检中心 你验完了写 还是有人要跟你讲 这是什么东西 就算你给我红字 我也不知道这个红字 是要到恐惧 还是觉得小事 是该写遗书了 写遗嘱了 还是其实三年后 再复检就好了 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 在中间还没有办法 更快速产出 更优化的insight之前 我们现在会在线上 去提供一些小时段 可以不同 可以看到报告的人来预约 但是事实上 根据你们内部测POC的结果 其实是70%到80%的内容 就都已经是 直接看得懂的了 我觉得他们想要听到 这是一个安心的感觉 对 就是我想安心一下 他直接看得懂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观察 就看得懂归看得懂 但是还是想要有一个专业的跟我讲 真的是这样 是 真的 对 好像人拍拍机 没事 可是我觉得这也就是 出现出这个 尤其希望公司 就创办人的焦虑 对 他们除了问题 要被实际被解决之外 其实他们的焦虑 也是要被解决的 好了 那解决一下 他们的焦虑 针对在 这个制裁 在专利保护 或商标保护这件事情 Alfred在节目的最后 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他们的 整体的建议 或者是想法 那各位新疮CEO的伙伴 那我们就有点耐心 等到社会产生全日 4月26号 欢迎来我们的网站 来输入你们的想法 解除你们的焦虑 避免像之前 因为要把自己很多的想法 跟从业人士讨论的 那个冗长的过程 那个时候 你只要对着你的notebook说 notebook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 谢谢凯克 好 今天非常感谢 iPlox 瑞加科技的创办人Alfred 还有这一次这个 智慧财产权大调查的 主比 Ola 一起来到创业新生代 跟我们 透过这个调查的 几个insight 让我们了解 新创公司 对于商标 还有专利保护的看法 以及它跟在 创业生态系里面的 不同厉害关系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联动的关联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 瑞加科技 在4月26号 即将上线的新服务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当一个 这个快速行动者 可以试试看 就是对自己的专利 或者是商标保护 采取最快的行动 然后对于这一份 智慧财产权大调查 兴趣的朋友 一样可以在我们 节目简介里面 透过下载连结 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 在这次的大调查里面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新的发现 2023年的创业新生代 我们从3月份开始 固定每周三都会更新上架哦 想要了解 创业生代权的最热时事 关键议题 还有跟创业新生代 有关系的大小事 都欢迎追踪订阅 创业下去Podcast 创业新生代